在嚴峻的糧食危機下 習近平要求加強立法制止餐飲浪費 中共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也發布小麥收購年減938.8萬噸的消息 然而 中共國家統計局8月19號發布數據宣稱 今年早稻比去年增加102.8萬噸 引發輿論的質疑 8月19號 中共國家統計局在官網 發布2020年早稻產量數據 宣稱今年早稻總產量2729萬噸 比去年增加了102.8萬噸 成長3.9% 扭轉了連續7年下滑的態勢 不過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江西農業研究人員質疑 今年以來 整個中國疫情、洪災、蝗蟲等各種災害不斷 糧食靠什麼豐收增產 這名農業研究人員表示 他們從來不相信官方的數據 只相信眼睛看到的 比如 他們當地有個麵粉廠 以前上百輛車排隊送小麥 現在一輛車也沒了 這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就在統計局發布早稻增產的同一天 中共當局再次傳遞出缺糧的信息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在19號的視訊會議上 要求迅速組織農民 加強災後農業生產的恢復工作 加強草地攤業額等病蟲害防治 及嚴密防範颱風、洪澇、乾旱等氣象災害 抗災、奪秋糧豐收 習近平11號要求堅決制止餐飲浪費 12號 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立即發布下糧小麥收購減少938.8萬噸的消息 引發人們對中國面臨糧食危機的關注 中共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7號則發布報告 證實了中國缺糧的前景 報告稱 未來5年中國可能出現1.3億噸的糧食缺口 其中水稻、玉米、小麥等三大主糧 約佔2500萬噸 今年中國小麥主產區 因為大雪、冰雹及旱災等大量減產 6月以來 長江以南持續強降雨 受災嚴重的四川、重慶、安徽、江西等省市 都是中國的產糧區 雪上加霜的是雲南、湖北、廣西桂林、東北吉林等爆發 旺災 加上中國周邊的越南、泰國等 主要糧食出口國兼產